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播大雄 据华尔街日报4日报道 美国官员称 以色列已经组装了一套大型的水泵系统 可用于像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庞大地道网络灌注海水 希望摧毁这一哈马斯人员的藏身之地 不过有专家指出 这种做法可能对当地环境和供水安全构成潜在危害 其可行性也存疑 报道称 以色列国防军10月中旬左右 便在加沙地带西北部的沙地难民营 以北约一英里处完成了该海水水泵系统的组装工作 据其这套系统有至少5台水泵 每台都能从地中海抽水 每小时将数千立方米的水抽入地道 可在几周内将地道淹没 报道引述知情官员称 以色列在上月初首次向美国通报了这一方案 引发了一场权衡其可行性 对环境的影响以及摧毁地道的军事价值的讨论 据美国官员说 他们不知道以色列政府有多接近实施该计划 目前以色列尚未做出推进该计划的最终决定 但也没有排除该计划 根据以色列军方的说法 以方已经在加沙地带发现了约800条地道 并认为实际规模应该更大 在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前 哈马斯方面曾表示 其已在加沙地区地价建立起了长达 逾400公里的隧道网络 路透社称这与纽约地铁系统规模相当 报道称目前还不清楚 以色列是否会考虑在所有被扣押人员 获释前开始实施该计划 一名熟悉该计划的人士说 要完全淹没地道需要几周的时间 这将为哈马斯人员 以及可能在地道内的人质流出转移时间 不过该人士同时表示 由于没人了解哈马斯地道 及其周围地面的详细情况 尚不清楚该计划的成功率有多大 我们不可能知道这样做是否有效 因为没人进去过这些地道 我们不知道海水会如何排出 通过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我不难发现 乙军这是要让哈马斯绝种的节奏了 至于当前乙军的动作 大雄也汇总一下近期大家给乙军想出的方案 针对哈马斯地道作战的几种方式 汇总如下 以烟熏 输入大量的烟雾 让地道里的人呆不住 二 火攻 喷火器是美国常用的手段 在二战对付坑道里的日军 在越南对付北越军 三 毒气 这晚上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用过 四 水烟 这是冷兵器时代常用的手段 五 封闭 把所能找到的洞口全部的推平 六 挖掘 从上往下挖 挖断地下交通 洞穴摧毁发现的一切 以色列选择水烟 的确是一种办法 能不能成功 就看以下几点 一 有没有破坏排水通道 一面灌水一面流出 大概是不行的 二 有没有解决被隔断的问题 地道通常不会太宽敞 如果开挖之前就有防水的准备 那么很容易被沙袋或门板 或其他材料封堵住 三 有没有搞清所有地道出入口 如果十个洞口灌水 二十个洞口出水 那就白瞎了 四 如果最后形成长时间的灌水 加沙这块地方还要不要了 加沙的地道 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 都是哈马斯挖的 直接上很多隧道都是私人的 之所以私人会挖掘隧道 是因为能赚钱 他们会向使用隧道的人员 收取过路费 而挖掘隧道 甚至加沙人赖以生存的工作之一 很多加沙人靠挖掘隧道的工作为生 所以 埃及向隧道灌水之后 隧道的所有者们开始使用大功率的水泵 向外抽水 因为如果隧道进水了 很容易发生坍塌而暴飞 但是加沙普通人的抽水速度 还是赶不上埃及的灌水速度 加沙当时损失了大约1000多条 用于走私的地下通道 而由此带来影响就是加沙依赖隧道 走私的基本物资发生严重短缺的情况 除此之外 根据一份报道 埃及向地道灌水的计划 导致加沙地下水的咸度增加40倍 这表示导致加沙90%的水是不可饮用的 后来有媒体记者前往了加沙 证实了相关的报道 记者发现 整个城市的水都是咸的 其中90%是无法饮用的 所以 这也是加沙缺水的原因之一 始作俑者就是阿巴斯和埃及政府 另外 隧道灌水还是大量的房屋面临威胁 甚至部分发生了坍塌 只不过在这之后 加沙建造的很多隧道 开始有了排水系统 尤其是哈马斯的隧道 很多都使用了混凝土地面 并有独立的排水系统 这将会使以色列的灌水效果减弱 但是 这种方式仍然会对哈马斯造成威胁 具体就要看哈马斯的隧道之间 有没有独立的防水隔间 并能在水淹的情况下 保证通风系统的正常运行 目前看来 似乎不太乐观 不过以色列的计划 也不是那么随心所欲的 虽然大约在11月中旬 以色列军队在难民营以北 云英里处 完成了至少五台水泵的安装 每小时可以抽取 数千立方米的水 可以在几周内 淹没加沙地下隧道 但是 问题是人质在哪里啊 以色列如果用水淹地道 会不会造成人质伤亡 所以 以色列何时开始这个行动 是个问题 可以肯定的是 这个计划会遭到人质家属的强烈反对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 12月4日 声明称 军事行动预计将以 当前强度持续至少两个月 当然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表声明称 自10月7日以来 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已至15899人死亡 仅42000人受伤 声明指出 以军队已经彻底摧毁了加沙56家卫生机构 当地卫生系统完全瘫痪 以色列方面数据显示 以方死亡人数约为1200人 截至目前 本轮冲突已导致了巴以双方超1.73万人死亡 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打击已进入最关键阶段 乙军坦克向南推进 地面战火正烧向汉尔尼斯 汉尔尼斯是加沙地带第二大城市 以色列军队与哈马斯的冲突 正向整个加沙地带蔓延 法新社4日报道称 数十辆乙军坦克装甲车和推土机 当天进入了加沙南部地区 抵达汉尔尼斯市附近 加沙居民甘杜尔告诉记者 他三日晚将和家人去拉法 这是10月7日冲突爆发以来 他们第五次搬家 我们除了搬家还能怎样啊 我们还有孩子 这里整晚都是炮生 一方认为 哈马斯领导人西马尔藏身汉尤尼斯 如果能将其杀死 以色列将朝着瓦解哈马斯的方向迈出重要一步 以色列大使馆说 一个恐怖组织强奸妇女 焚烧屠杀妇女和儿童 但联合国妇女署对此保持了近两个月的沉默 在加沙工作的联合国巴勒斯坦 近东救济工程署工作人员 和加沙的工作的医生 也和哈马斯合谋 扣押以色列人作为人质 被释放的以色列人质告知媒体 他们并没有被关押在地道里 而是被关押在哈马斯人员的阁楼中 这些哈马斯人员 竟然是联合国难民救济署的工作人员 长期以来 全世界的主流媒体 为他们提供宣传平台 无论是BBC CN还是纽约时报等大媒体 都一直在引用 联合国巴勒斯坦近东救济工程署的资讯和言论 现在已经被证实 哈马斯借助西方媒体和国际组织抹黑以色列 欺骗了全世界 联合国秘书长古德雷斯 在社交媒体上突然罕见的 谴责了哈马斯的性暴力行为 在这件事上 联合国及其妇女组织的长期沉默 受到了质疑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 埃尔丹随后表示 秘书长这番话 更加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 即当涉及到以色列妇女时 已经证实的性暴力仍然需要调查 对她来说 当受害者是以色列女性时 就可以怀疑是不是真的 可以等到55天后再打电话 给一个不知名的人进行调查 这种事实的性暴力仍然需要调查 类传本事实的性暴力仍然缺了